和調查局人員快步走進臺北地檢 什麼話都不願意多說 他是新北地院書記官游立倫 涉嫌與土地者和業者 以及相關專業人士共謀 向地震機關榨取繼承 獨居老人的不動產過戶 去年十一月 臺北市地震局向北檢舉報 有不法集團利用偽造代筆遺書 將獨居往生者的不動產及存款 轉移登記在人頭名下 專案小組展開調查 上個月集團首腦 涉案的北市中山分局 洛信遠景以及蔡信知名律師等 五人都遭收牙禁見 檢警陸續追查 發現更多涉案人 書記官游立倫涉嫌協助詐團 查詢被害人各資 還有里長得知獨居老人過世 不通報社會局 卻泄露給詐團 就連護震人員都幫忙查詢 有無繼承人 昨天檢調發動第二波徵搜行動 搜索新北地院辦公室 以及相關被告住處 檢察官宣後向法院 申押書機關游立倫 葉姓新北護證人員八十萬交保 王姓新北護證人員二十萬交保 上回以五十萬元交保的 徐姓里長 這次則以四十萬元交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申請